中国翼龙1E无人机的首飞有何重大意义? 为何说中国的翼龙1E无人机 可以与美国的MQ-1C灰鹰无人机相媲美? 这架无人机有何过人之处? 近年来,无人机以其独具特色的优势 逐渐应用到各国军事行动中 而相比于有人驾驶的战机 无人机在设计上不必考虑飞行员这一因素 可以节省空间和设计成本 而且,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起降 也不必考虑人员的安全因素 至于要考虑飞机的稳定性 因此,对地情保障的要求比较低 所以,也是由于没有人员的培训费用 这就使得成本大大降低 也能较好的提高工作效率 因此,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于无人机的研制 都希望通过研制出新的无人机 以此来拓宽空站的选择范围 当然,中国也不例外 也在无人机上取得了新的发展 近日,有消息称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透露 由中航无人机公司自制的翼龙1E无人机 已经顺利完成首飞 为翼龙系列无人机再添新成员 但是,是非地点却没有透露 报道还指出 据《环球时报》报道 翼龙1E无人机是以成熟的翼龙系列无人机 为基础发展而来 是完全由复合材料打造成的大型多用图无人机 中航空也说 新版翼龙性能进行了全面优化和升级 但并未进一步透露具体细节 对此,有专家分析指出 在看到了中航空也发布的两张翼龙1E无人机的首飞照后 它和翼龙1无人机仍有差别 由于全机使用了先进技术的复合材料 它必然比翼龙1更轻更坚固 加上其在空气动力设计上也有所修改 且像翼龙2无人机一样 在主翼尖端添加了向上的翼翘 这就使得翼龙1E无人机 无论在航程、驱航力、效率和可靠性上 渴望都超过旧版 而且仍能维持成本效益 前有分析人士指出 翼龙1E无人机 与美国的MQ-1C灰鹰无人机媲美 那么中国的这款翼龙1E无人机有怎样的性能 翼龙1E无人机是翼龙1D无人机的升级版 是一款全副材多用途的大型无人机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1600公斤 最大载荷提高到400公斤 其中武器载荷为300公斤 可以挂在更多更重的武器 为此机翼挂架提高到4个 可以挂在4枚蓝舰7基载反坦克导弹 以此其最大声线接近8000米 这个数据已经超过大多数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射高 提高了无人机战场生存能力 驱航时间增加到35个小时 能够长时间在战区活动 从而覆盖更大的战场 并对目标进行更加紧密的监控 达回起最大的作战能力 为何外界都说中国的翼龙1E无人机实现了与美国MQ-1C灰鹰无人机对标 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翼龙1E无人机在研制过程中 就是瞄准了美国的MQ-1C灰鹰无人机 所以在其的研制过程中 中国应该会做有针对性的改变 可能已经用新的发动机替代了原来的ROTAX-914F发动机 很可能使用的就是美国MQ-1C灰鹰无人机使用的 德国蒂特勒1.7升柴油发动机 由于蒂特勒在2013年已经被中国航空工业收购 所以中国伊龙1E无人机换上同样的发动机并不是没有可能 另外国内民营航空发动机公司也推出了同类型产品 所以就更加确定 中国伊龙1E无人机换上了蒂特勒1.7升柴油发动机 以此来发挥伊龙1E无人机的最大动力 加强其的性能 此外中国伊龙1E无人机的机身材料做了全面升级 实现了全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与传统铝合金相比 复合材料不仅重量轻 而且在制造过程中可整体成型 使用碳纤维完氧预浸料手工堆成工艺生产 并选取大量结构固定件和机身格框 进一步降低了结构重量 且利用其使用复合材料的优势 对机身内部进行了重新设计 以此来扩大燃料容积 提高航程和续航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伊龙1E无人机的航空电子系统也进行了全新升级 采用了寄予光纤的综合航空电子系统 系统信息处理和传递能力更强 还能通过高速宽带数据链 与地面进行联网 实现信息共享 无人机能够挂载光电吊舱 合成孔径雷达 电子侦察等探测设备 获取地面目标图像及其他信息 然后传递到地面指挥站 对比中国的伊龙1E无人机 美国MQ-1C灰鹰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为1633公斤 载油量为261公斤 内置武器挂载量为261公斤 外挂武器挂载量为227公斤 使用升线为8839.2米 最长续航时间为25小时 而时速则为309公里 此外 美国MQ-1C灰鹰无人机可装备光电和红外线感测器 合成孔径雷达 通信中级装备和4枚地狱火飞弹 并能持续侦察 监视 并攻击目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的伊龙1E无人机的武器载重 高于美国的MQ-1C灰鹰无人机 达到了300公斤 这就意味着 中国伊龙1E无人机可以携带更多的武器弹药 如果在一定的空间里作战 那么中国的伊龙1E无人机可能会更加的具有优势 以携带更多的武器优势 可以最大程度地取得战斗胜利 此外 由于中国发展较为成熟的无人机群 随着中国伊龙1E无人机的日益发展 也将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无人机群 因为成群的无人机非常具有迷惑性 这使得对手很难找到对目标进行打击 会让敌军自乱阵脚 盲目逃窜 因此可以起到最好的扰乱作用 此外 这样大的无人机风群也拥有巨大的灵活性 因为单个无人机不需要执行较大集群的任务 而集群中的任何一架无人机都能配置携带单一任务所需的设备 所以这也具有很强的机动性 从而可以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省成本 起到最好的作战效果 随着中国翼龙1E无人机的首飞 这也将给美国以巨大压力 也将给美国的MQ-1C灰鹰无人机产生巨大压力 因为中国的翼龙1E无人机作为一型全副材多用途大型无人机 其平台性能也全面对实现于其对标 也将极大的促进中国翼龙系列无人机的发展 对于翼龙1E无人机取得的巨大突破 有分析人士就指出 中国的翼龙1E无人机 以其超高的性能将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目前除了新加入的翼龙1E外 翼龙家族系列还有翼龙1无人机升级的翼龙1D无人机 较大型的翼龙2无人机和高速的翼龙10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也将会继续大放异彩 继续助力中国无人机的飞速发展 从而给美国以巨大威慑力 加快持续提升中国翼龙系列无人机的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实现国内外居民用市场更大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